三位我们谈过这个正念 正念在我们传统的修法是通过 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来培养的 那我们也有粗浅的讲了 如果观身会带来什么好处 通过我们的甚至可以增强我们的人耐力 能够让我们专注 把善能量导向我们专注的地方等等 也有可能升起定力 比如说如果我们专注呼吸 也能够升起定力 然而还有很多种 很多种观法 比如说观姿态等等 这些都是升起正能量好的 种种因素 心理的善法升起 而且也有进化的效果 那我们也简单的讲了一点 这个观受 通过观受我们能够超越 然后不成为观受的努力 我们也讲了一点 通过观 也就是观照本身 这个正念本身 它有一种超然的效果的 它会让好的更好 然后也会让不好的法 就是不好的感受也好 心境也好 因为被正念的观照之下 它自己会褪去 它有种效果 值得我们去培育 观心也是如此 心我们有光明的心 黑暗的心 慈悲 贪嗔痴的心 或者是无贪无嗔的心 都有 但是不管是善的心 不善的心 好的心境 不好的心境 通过我们的这个正念的观照 好的力量会增长 不好的力量 因为这个正念的穿插 它的重复效果被消除了 慢慢不好的力量就褪去了 善的力量 正能量就增长了 所以正念本身有这种效果 如果是观法 观法的领域 有比如说我们观五概 五概是烦恼心 就是我们的谈欲 我们的嗔恨 昏沉睡眠 我们的懊悔 我们叫调取恶作的 懊悔 还有那个传乱心 还有那个疑惑 这个如果我们用正念的观照 也能够帮到我们看清它的真相 看到它是怎么样生起的 然后那是什么因素 能够让它不生起的 这个时候 这种观照 正念的观照 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问题 以及问题的原因 这有帮到的 这是看我们观照的层次 看在哪一个层次 但不管在哪一个层次都好 它有助于帮助这些不善的法 贪爱 惩恨 混沉睡眠 调取就是烦躁心跟懊悔心 还有疑惑 这些都会因为正念的观照 我们这些负能量 负的心境就会褪去 而且我们也会更了解它们 是怎么生起 怎么不生起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观这个五蕴 射受祥心事 让我们能够对生命更了解 知道这射受祥心事 是怎么生起的 怎么熄灭的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后我们也可以观照 这个十二处 就是我们的眼耳必死生意 以及它们的目标 看到它们的怎么生起 怎么不生起等等 它们的因缘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正念 是可以达到更广的层次的 还有也可以观照 这个起觉知 通过让我们正悟的那个成分 就是正念 责法觉知 精进觉知 喜觉知 清安觉知 病觉知 舍觉知 这些让我们生物的那个七个成分 我们可以了解它怎么生起 怎么存在不存在 它是怎么生起 怎么变得更增长更圆满 这些通过我们的观照 不只是知道那个现象 也能够知道这个现象的因缘 这是更深一层的正念的培育了 就是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真相 还能够对真相的因缘 也看得更透彻 所以不管是五概那种 比较不善负面的能量 我们可以如此了解 然后善的能量 也可以如此了解 中性的也能够如此了解 都能够 所以这种观法的层次 它就可以更深的 达到更深的领域了 当然也可以观世神的苦积灭道 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的原因 什么是苦的熄灭 以及这个朝王苦的熄灭之道 把圣道 所以这个正念可以依这些 而培育起来的 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 最高的好处当然 这朝王证悟能够带来证悟 通过这个 通过证悟所需要的指挥 等等都能够达到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再低层次一点 如果正念还不能够达到 这个高的层次 再更低的层次 它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平和 更有力量 比如说一个学生 他去考试 他可能会很紧张 我问考得好不好 等等 但是如果他用他的正念的时候 心境就只是精进 紧张的心境就只是一种心境 当他带着正念去看 那个紧张的心境的时候 他会发现到 这个紧张会得到克服的 慢慢他就会不紧张了 感到个紧张的感受 那个心的状态等等 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 生活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很多你解不了的问题 你只是用正念看着它 它就会引导你看得更清楚 也能够操然 也能够度过这个艰苦的时期 还有许多数不尽的好处 就是这样的状态